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平野的教练都是中国籍的 好像感觉是平野的成长和退变 几乎是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 这是注意什么 谢谢 平野应该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是认真看的打球 可能他以前也出来过没出来过也没注意 就是这次是第一次看 特别是从女团决赛的时候刚开始看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他的球比我在去年想象的那边要好 因为去年之后知道他是拿了女单世界杯 但整个世界杯的比赛过程我并没有看 所以我是觉得以前是不是世界杯的时候 是我们队员没去所以他拿的 但是我看他的竞争力上能力上我还是感觉引起了重视 但是在女单的比赛当中联赛我们三个人获得这种冠军 刚才你也说了平野说了我觉得他还是说的是这样 他表现的时候很平稳 那当然孔老昨天这个也说到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半决战和决赛 朱宇林和陈梦两个零比三输 两个零比三输 而且他已经前面零比二落后赢过丁赢的话 那就不能叫包了 人家联姻的三个绝对实力了 所以我觉得孔老说的是对的很客观 就是说平野的这种打法的这种先进性上 包括他整个比较成型的体系上 已经超过了以前收入的日本选手 甚至在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的队员 朱宇林和陈梦昨天的直接对抗上 已经表现出来了 人家是靠实力的 并不是说咱们想象当中 说他暴冷暴冷一场有可能你没注意 两场三场两个零比三 我觉得我们确实要客观的面对 但当然这个说到这儿 并不是说他就一定会比我们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挑这个警钟 就是他的理念上是这样子 因为他毕竟17岁他还有空间 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也有空间 是不是 但就是说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也总结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几年前军一直在喊 那女子技术男性化 但是现在看来 我们可能口号多于实际 并没有真正做到 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创新改变 这种不够 所以才会在这次比赛当中出现平野 这样的这个情况 感觉是被对手压得打 同样可以算对了人家清空的比例 包括在场面上是控制住我们的 一个是打法上 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战斗历程 但可能心态上还是有一些 这个 因为我们的队员可能 或多或少会把自己杯子买得比较高 是吧 感觉摆得高 平野肯定摆得很低 所以他这么去拼着 还有就是说 刚才说到的这个平野他的教练 我也非常熟悉两个都是中国的教练 包括去年打了平超联赛 这个对他帮助肯定是很大 因为他的整个打法体系和这个里面 一看就是经过专门的这种调教的 特别是去年打了这个平超的比赛 再加上世界杯获得了冠军 包括这次他拿完冠军 对他信心提升很大 他们身后这些只要乒乓球里面 很多这种打出来的应该来说 身后其实都有一个中国执照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中国乒乓球作为乒乓大国值得骄傲的地方 但同样我们并不是说他中国执照 我们就没有心心大败的 我相信我们经过封闭训练 任性现实 因为你平时在喊说女子技术男性化 但是女孩子从她们的创新意识上 突破胆量上还一直有欠缺 因为你说让他女子技术男性化的时候 他脑子里他会想 我现在是冠军 我现在领先 我去创新的话 他是有风险的 但是这场球打完之后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不能再抱着以前的想法了 如果不创新 你别说风险了 可能你就真的要输球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